从汤家富士火山到太阳系火山 详解太阳系火山、冰火山、泥火山 目前太阳系有喷火能力的星球 可能只有地球、木卫一、爱欧和金星 有证据显示火星的火山并没有停歇 还保持活跃 有冰火山的星球比较多 木卫二、土卫二、土卫六、古神星、冥王星等等 有泥火山的星球不多 大概只有地球、火星、木卫一和金星等 火山喷发会对地球造成什么影响 木卫一为何被称为太阳系中的活地狱 金星为何被称为太阳系中的活炼狱 火星上的火山又活跃起来了吗 什么是冰火山 哪里有这种特殊形式的火山 什么是泥火山 什么星球有泥火山 太阳黑子会对地球火山地震造成影响吗 探索未知 遨游宇宙 这回视频我们详解一下太阳系中的各种火山 火山喷发会对地球造成什么影响 引起全球关注的汤家火山爆发 很可能会持续喷发数周甚至数年 火山爆发指数目前还是五加 大概相当于一千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 最近登上热搜的日本富士山 其火山口数由44个增加到252个 猛增了6倍 这让坐在火山口上的日本倍感恐惧 这个说法毫不夸张 日本境内共有火山111座 其中火火山108座 占全球火火山总数的7% 一不注意就有可能坐着岩浆柱冲出对流层 这是1月15日清晨5点 汤家海底距离首都 努库阿洛法165公里处火山爆发的视频 一瞬间整个火山岛被岩浆和漆浪掀翻 整个小岛几乎消失在太平洋浩瀚的波涛中 这时只有747平方公里 本不富裕的汤家国土雪上加霜 强烈的冲击波就连远在1.6万公里外的英国也受到影响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7项卫星 在太空监测到火山冲击波 火山大爆发引起的三米海啸 直冲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智利等地 海水倒灌 民宅被毁 渔船沉没 汤家亡国主岛受灾尤其严重 海水泛滥 通信中断 世界末日来临 火山学家说 对汤家来说 这是毁灭性的事件 从人类的时间来看 这次大爆发是积累了1000年的能量一次性喷发出来 富士山周边地震不断 火山口数量增加近6倍 日本人说 沉没了300年的富士山 无论何时喷发都不足为奇 过去1300年 富士山一共喷发了17次 差不多75年一次 300年前喷发时 火山灰两小时就覆盖了东京 即使这次再喷发 以富士山的体量也只能造成6级的火山爆发 相当于地球挤了一颗青春痘 1991年 菲律宾皮纳图伯火山6级爆发 让地球冷却了0.5至0.6度 1815年 坦波拉火山7级爆发 使全球温度下降了3至4度 大约7.4万年前 同样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基多巴火山爆发 使得全球气温下降了13至15摄氏度 全球进入冰河时期 在此后的1000年中 地球都处于寒冷的气候中 人类种族数量一度大幅下降 最少时甚至不足7500人 这些火山爆发对地球的影响 仅限于左右地球温度和改变自然环境 对人类和地球生物的影响较大 然而 在地球成长的过程中 部分时期产生了大量火山熔岩 其数量之多远远高于我们今日所见 达到了造陆的标准 这些火山爆发等级 不是现在的指数能衡量的 2亿5120万年前 地球二叠际末期 西伯利亚大火山持续不断爆发了近数百万年 可以想象那场面有多壮观 连绵数千公里的地壳被火山熔岩撕裂 岩浆如洪水般涌出 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肆意蔓延 这是地质史上已知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之一 喷出的熔岩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 不仅如此 中国南部的峨眉山也是二叠际火山喷发造陆形成的 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00万年 平均厚度1000至2000米的玄武熔岩 绵延33万平方千米 相当于整个德国的面积 堪称雄伟壮丽 这两次火山喷发可能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二叠际生物大灭绝 其中包括96%的海洋生物和70%的陆地生物 地球上的生物几乎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更新换代 现在的火山喷发远远不能与其相提并论 所以火山喷发或爆发轻则改变地球环境 重则创造陆地使地球生命更新换代 不过地球的火山比起木卫一来简直小无见大物 木卫一为何被称为太阳系中的活地狱 火山这个词来自罗马火神 没有比木卫一艾欧更适合这个名字的地方了 木星的这颗岩石卫星拥有400多座火火山 是太阳系中火山最多的吃热世界 它也是人类在太阳系发现的第一个 除地球以外有火火山的星球 地狱般的表面上分布着星罗旗部的火山 它们不断喷涌而出熔岩和寒流气体 木卫一的平均温度零下143.15摄氏度 平均密度3.528克每立方厘米 体积比月球略大 在这里没有水形成的湖 只有巨大的熔岩湖 最大的熔岩湖名为洛基洼地熔岩湖 直径超过202公里 是地球上发现的最大熔岩湖面积的31万倍 这里是太阳系地域总部所在地吗? 爱欧可能由硫化铁内核和富含硅酸岩的地蔓地窍组成 这与太阳系中大多数固态行星卫星相近 尽管我们没有检测到木卫一的磁场 但科学家猜测 在地壳附近仍有50公里厚是液态的 这里是木卫一火山的发源地 它没有衰变同位素核心放热 哪来的巨大能量形成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呢? 不同于地球和月球 木卫一内部的热源主要来自摩擦力 而不是放射性同位素衰变 爱欧的轨道非常靠近木星 仅距离木星大气层云顶35万公里 它在木星和木卫二、木卫三卫星之间的引力拉锯站中 不断造成陆地潮汐 在轨道的近木点和远木点之间 它的岩石表面会垂直变化超过100米 这种效果类似于地球海洋 由月球引起的潮汐力 相比之下 地球上已知的最大潮汐不到20米 与月球相比 爱欧施加在木星上的潮汐力 比月球多300% 它非常靠近木星 并且被木星潮汐锁定 而木星系统中的木卫二和木卫三 同样用引力拉住它 不让木卫一轨道有任何变化 当木星卫星沿不同方向挤压和拉动时 木卫一的表面就会形成周期性的裂痕和裂缝 而且这些裂缝会随其打开或关闭 在这场拟争我夺的争夺战中 害惨了木卫一 使其在1.76个地球日的自转中 不断被拉来扯去 摩擦力产生的热量不断在爱欧内部积累 高温融化岩石产生地下岩浆海洋 随着压力不断升高 岩浆沿着地壳的裂缝涌出地表 新火山在木卫一表面的脆弱地方形成 以缓解来自内部的巨大压力 如此产生的能量大于放射性衰变的200倍 我们可以想象成捏一个粘土球 粘土由于不断揉搓摩擦而变热 正与爱欧上发生的事情差不多 只是爱欧的规模更大更猛烈 1979年3月 旅行者一号在距离木卫一 2万公里的距离飞过 拍摄了很多特写镜头 木卫一表面充满鲜艳的色彩 完全没有撞击坑 有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的山脉 以及数百公里宽的火山坑 充满了熔岩流 还有数百公里高的火山柱雨流 木卫一表面覆盖着不同的硫化物 这是赋予木卫一呈现出许多壮丽色彩的原因 旅行者2号在同年7月拍到9个雨流中的7个 这说明这些火山可能在4个月中一直处于活跃状态 1995年到达木星的伽利略号探测器 拍摄到许多火山雨流 并确认火山正在喷发硫磺和硅酸岩岩浆 除了富含美 几乎和地球上的岩浆类似 爱欧表面色彩斑斓 这都是火山的功劳 黄色主要是由硫组成 白色区域是新鲜的二氧化硫沉积 两极受到木星辐射破坏 呈现出深红色 其他地方的红色是火山喷发留下的沉积物 这些沉积物能达到爱欧上空数百公里的地方 最明显的沉积物来自贝利火山 旅行者1号拍到一个巨大的雨状屋 这个雨状屋高300公里 宽1200公里 整个面积相当于阿拉斯加的大小 木为一最大的洛基洼地熔岩湖 直径202公里 熔岩湖直接与地下熔岩海相连 顶部通常有一层薄薄的凝固壳 这就好像火山湖中有一座神秘岛屿 落基洼地熔岩湖产生的热量 是木为一平均热量输出的25% 研究表明 火山湖中的冷却凝固壳会周期性的下沉 从另一端涌出炽热的熔岩 围绕中间岛屿流动 并在另一侧汇聚 这个过程每500天左右循环一次 每次凝固壳沉入湖底 都会导致落基湖产生的热量比正常情况猛增10倍 这种现象我们在Io的其他火山中也能看到 比如特瓦什塔尔熔岩湖 这张照片记录了凝固壳落入熔岩湖中 新涌出的岩浆发出的能量辐射很强烈 以至于图片中呈现白色 2007年 新市也在路过木星时拍到了壮观的特瓦什塔尔火山 全面喷发 这段视频是一段持续8分钟的图像序列快放 火山柱喷到Io地表上方320公里的地方 这是最著名的太空事件之一 比地球上的火山喷发壮观多了 木卫一当真配得上太阳系活地狱的名头 太阳系中还有比它更恶劣的环境吗 当然有金星 金星为何被称为太阳系中的火炼玉 金星表面平均温度476摄氏度 时不时降下强烈的硫酸雨 产生恐怖的雷暴 还有超过地球标准大气压92倍的恐怖气压 这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行星金星表面的场景 如今又雪上加霜发现了活跃的火山 金星和火星的磁场非常微弱 我们一度认为它们是死亡的星球 它们的内部可能逐渐冷却 地壳也变得坚硬而牢固 将岩浆死死的封锁在地下深处 没有任何火山地震活动 整个星球失去火力 根据卫星图像信息 在金星表面分布着许多火山的典型特征 广袤的火山平原 火山穷秋 火山免 顿状火山等 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些火山还能够爆发的证据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金星距离内核冷却的死亡状态还远着呢 物理学家安娜·俊尔社领导的一支科学团队 在金星缅状结构中找到了证据 缅状结构就是火山口向下凹陷的环形山 它们有大有小 最大直径达几百公里 起初科学家认为这是陨石撞击出来的环形坑 然而 俊尔团队通过计算机模拟建模 再加上对金星的观测数据 得出 目前金星表面至少有37座火山比较活跃 虽然我们还无法收集到金星表面火山喷发的一手信息 但这样的结果也足够震撼了 这些地区的地质结构比较年轻 是未来金星探测器应该重点关注的区域 火山喷发在金星陆地塑形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金星上大多数火山都是盾撞火山 典型代表是最大的马特蒙斯火山 89年升空的麦之轮号金星探测器 用雷达发现了这些火山不寻常的特征 奇怪的圆柄状熔岩层遍布金星表面 它们从火山口流出 均匀地流向各个方向 从而形成几乎对称的奇异图形 这些火山熔岩管道从中心向外辐射 直径约100公里 是珠姆朗玛峰宽度的三倍多 这条熔岩流动路径类似扇形 并且有可能不是一次喷发形成的 从476度超高温到酸雨 从雷暴到恐怖气压 如今再加上活跃的火山 金星用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副活生生的炼狱景象 火星上的火山又活跃起来了吗 火星有太阳系中最高最大最雄伟的奥林帕斯火山 和太阳系中最大的峡谷水手号峡谷 它们一起构筑了小小火星地质活动最辉煌的一夜 然而 奥林帕斯火山已经沉没了几百万年 水手谷的地质活动也逐渐冷却 火星真的死了吗 还早着呢 第一 陨石中发现橄榄石晶体 2011年 科学家发现一颗来自火星的陨石 陨石中含有橄榄石晶体 这对研究火星火山活动有重大帮助 这些晶体通常只在暴露于快速变化的温度条件下才会形成 比如流动的岩浆中 橄榄石晶体的形成年代大约在6.74亿到5.82亿年前 得出这一相对精确的时间 是火山活动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一发现的帮助下 专家们计算出 在形成晶体时 火星地贫的温度为1560摄氏度 这个温度与40亿至25亿年前地球地贫的温度相当 专家们推测 原始热量的大部分 可能仍然存在于火星的低慢直下 由于火星的板块构造 可能与地球有很大不同 可能是整体一块 相应的火星核心冷却速度 可能比地球慢得多 所以火星上仍然存在火山活动 第二 最近形成的大裂缝 火星存在很多纵横交错的裂缝 在这些裂缝中 有一条引起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 经过仔细研究 这条裂缝形成于5万至20万年前 这可能是火星上最年轻的火山活动痕迹 虽然5万至20万年时间看起来很长 但在银河系中只是一瞬间的事 为了确定火山裂缝区域的大致年龄 研究人员观察了该区域的撞击坑 在火星上 一个地区的陨石坑越多越古老 利用火星侦察轨道飞行器提供的热红外图像 研究人员发现 这个大约5公里长 10米深的结构几乎没有陨石坑 这表明该裂缝一定是最近形成的 第三 洞察号发现火星频繁地震 2018年洞察号成功登陆火星 从部署完毕开始 它一直监听着火星的心跳地震 令科学家惊讶的是 在火星687天一年的时间中 竟然发生了450次地震 几乎每天都有地震发生 其中不发4.2、4.5级的地震 这也从侧面说明火星的内核还相当活跃 如果科学家判断的没错 我们发现火星火山活动只是早晚的事 让我们拭目以待 除了地球、木卫一和可能的金星 太阳系中没有其他星球有火火山喷发出岩浆 然而这还不是太阳系的全部火山类型 太阳系中还有冰火山、泥火山 什么是冰火山? 哪里有这种特殊形式的火山? 冰火山是存在于地外天体上的 与火山相似的一种地貌 通常出现在冰冻卫星 或是其他一些低温的天体上 如可以博代的天体冥王星 冰火山喷发的物质不是岩浆 而是水、氨、甲烷等挥发物 这类喷发物也叫冰岩浆 冰岩浆可能呈现出液体或气体 喷发后 冰岩浆会因周围极地的温度凝结成固体 科学家估计 土威6上的冰火山 有可能为可能存在的地外生命提供庇护 2005年 卡西尼号拍摄到土威2南极 100多个类似间歇拳的地貌 这些强大的液态水喷流 从土威2冻结的地壳下喷涌而出 一部分落回土威2 形成白色表面 而其余的得逃逸到太空中 形成壮观的土星环的一部分 科学家认为 土威2获得能量的方式与Io类似 都是引力潮汐作用引发的摩擦生热引起的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木威2上 1989年 旅行者2号飞越海卫1时 第一次观察到低温火山活动 海卫1是一颗凹凸不平的卫星 上面覆盖着不断上升的冰团 和由水冰组成的冻结熔岩流 然而它的表面非常年轻 仍然存在地质活动 海卫1南极地区的黑色条纹 被认为是最近淡冰喷发留下的沉积物 2015年 新视野号观测到冥王星也有一座冰火山 什么是泥火山 什么星球有泥火山 泥火山是指多种地下液体或气体喷发后遗留下来的物质 一般以泥浆的形式出现 又或累积成一个圆锥形的泥尖顶 喷发物往往夹带着水或其他沉积物 泥火山可分为路上泥火山 海底泥火山两种 地球和火星都拥有泥火山 地球上大多数泥火山的形成与天然气有关 例如阿塞败江 台湾高雄 新疆乌苏等地 在火星上 中国的祝荣号火星车正朝着10公里外的泥火山前进 科学家们推测 泥火山可能是地球或火星的生命摇篮 太阳黑子会对地球火山地震造成影响吗 我们看太阳是一个大火球 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利用现代科技 人类观测到太阳表面呈现出一块一块的 它们就像一锅滚烫的离子汤 不断上下翻滚 向外散发着光和热 我们从NASA的这段观测视频中 能看到一块一块的黑斑 它们叫太阳黑子 太阳黑子是太阳光球层的磁场现象 由于温度比其他区域低 它们在可见光下呈现出黑暗的斑点 人类通过长期的观测总结发现 太阳黑子极小年会出现大地震或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太阳黑子的平均活动周期为11.2年 今年正好处于太阳黑子的活动极小年 至于汤家海底火山爆发 富士山增加的火山口 到底和太阳黑子活动有没有关系 现在谁也不敢断言 至于其中的联系 也只能等待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了 现在我们对太阳系中火山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 甚至无法预测地球上火山喷发的准确时间 它们是如何形成演化死亡等等谜团还没有解开 我们还需要不懈努力破解这些谜团 至少可以准确预测地球火山爆发 以减少人类的财产损失和各种奇离子散的悲剧 麻烓 无法预讯